也就是說你的血脂過高 它跟高血壓併發在一起 你的臨血功能異常會跟高血壓在一起 或只有腎臟病蛋來尿 會跟高血壓在一起 心臟病裡面的成因也有高血壓 血管疾病裡面的成因也有高血壓 也就是說這些高血壓會跟很多的疾病 所謂共病在一起 也可能引起這些疾病的產生 那高血壓的原因跟併發症 我們剛才大家也提到 我們說飲食生活習慣的這些因素 控制高血壓就要這樣 就是因為除了遺傳我們也沒辦法自己去控制以外 尤其是環境的這個因素 年輕到我們也沒辦法去控制 但是運動員還有高鹽的飲食 酗酒抽菸跟肥胖的這個部分 確實是我們自己個人可以在控制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剛才講就是說可能有其他的原因的一個高血壓 這裡提到就是說 症動脈的一個狹窄它長腫瘤 藥物的影響 尤其有時候感冒藥有一些特殊的藥 含一些血管縮縮的藥物 或是說讓血壓增加的藥物 有些感冒藥會有 那有一些腎臟功能不好 甚至是洗腎的病人這種血壓會有 或是它的血管本身就已經 主動脈就已經狹窄了 正在比較大的動脈它已經狹窄了 所以心臟大概要用大的力量 把血擠出來所以它就會產生高血壓 那所以說高血壓會有這些 可能產生的一個影響 從心血管的部分 從腦部的部分 或是說產生突然猝死 血管突然剝離 腎臟病 周邊的血管病變 造成有時候血管阻塞了 走路會活躁 走一走就要休息一下 甚至走一走路就抽筋 那你要休息才能繼續往前走 那這個都跟我們的高血壓 那我們剛才講就是說 所以來門診以後 其實高血壓的病人 我們通常都會做一些 基本上面的一個篩檢 那通常來一定 我們病史一定會問 就是說高血壓已經大概有多久時間 或什麼時候知道是高血壓 那平常量測怎樣 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高血壓 平常就要做個紀錄 早晚隔離 所以我們要量一次血壓 記錄下來的 尤其在門診我們做常好 因為時間的短或是長 跟我們在要不要馬上用藥有關係 那有時候好像昨天 有一個奶奶她懶她說 她就要去日本玩 這兩天去日本玩 她也是最近量才知道高血壓 可能接受治療 那你說怎麼辦 去東京 最近日本 京都啊 大阪啊 東京都下雪了 幾乎他們都比較少下雪了 今年確實是天氣比較異常 有時候熱很熱 有時候冷的時候就下雪 那你說怎麼辦 有時候 那你剛好在旁邊 那她也說 我要不要不去 其實都已經 旅費都已經繳了 你說怎麼樣不去 那所以只好 我們一定要跟她講 就是怎麼樣去 做這個藥物的一個調整 藥物要怎麼吃 那當然一定要注意 就是在禮服當中 盡量為止平衡不要太累 那能夠在車上休息 就多休息 那藥一定要備著 一定要量 那知道自己的血壓的狀況 讓那藥可以做一個調整 那所以說這些高血壓的人 來到門診的時候 這些身體的檢查病史 問完了之後 我們通常一定會 開立一些檢查的一個單組 那最簡單一定會做 心電圖跟X光 那再來就是尿液的檢查 那有沒有蛋白尿 有沒有糖尿 就是我們要知道 高血壓有沒有病發其他的 一個危險的一個因子 或是有一些 共病的一個產生 那再來抽血大家可以看得到 除了深功能血糖 有一些膽固血的血脂 甚至我們會抽一些尿酸 那如果所以功能不好的病人 比如說我們會做24小時尿液的分析 了解他腎功能的一個弱的一個程度在哪裡 那當然有時候現在目前 腎功能的一個指數 抽血的指數也可以用計算的方式 先預估他的功能上面的一個好壞 那如果我們了解就是說 他如果做起來心臟有變大 或是心臟變肥後 X方面看起來 心臟已經有變大的情況 或是我們在聽診 心臟他有雜音的情況 那懷疑高血壓跟這些半膜疾病 心臟的結構的問題有沒有在一起 那我們就可以做一些超音波的檢查 其實這個無非就是要了解 高血壓有沒有可能是那個5% 可以做矯正的 剛才講主動脈的一個狹窄 那可以矯正 矯正好他其實就好 腎動脈的一個狹窄 那也是一樣的 還有腎上腺的一個腫瘤 那也是一樣的 開刀完之後 其實大部分的血壓都可以過不正常 那如果是不幸落在那個95% 大部分的人幾乎都是落在那個95% 那我們就是好好地做高血壓的一個控制 那接下來我們就講到高血壓上面的一個治療 那高血壓治療其實我們一直強調的 就是經常一定要量血壓 那至少是兩次 那有些人會問他我量三次四次可不可以 我們說其實你只要有時間 你坐在那邊休息的時候 你想了解說你現在目前的狀況其實是都可以的 那我們也遇到就是說 有些真的很緊張 他晚上睡醒 就是尤其是半夜 尤其是冬天 有些爺爺奶奶他可能 當然會有一些攝護腺 有些爺爺他會有一些攝護腺的問題 可能他會常會起床 那干擾到他的睡眠 當然這個一定會讓血壓增加 那有時候因為兩兩血壓增加了以後 他就會比較緊張 那所以說有時候尤其是晚上睡覺的這個階段 或是常常醒來這個階段 你去兩血壓 有時候這個沖沖茫茫起來 有時候都不是那麼準 那只能當作參考 所以有時候問 那這時候我是要吃藥 那其實他如果有良好的睡眠 他回去其實有良好的睡眠 我說那攝護腺的問題如果可以好好控制 那他晚上半夜不要常常起來上廁所 有時候這種其實半夜 因為起床的關係在上 血壓高的問題 其實就可以做到 就可以受到解決 那不然有時候起來 這個卻會產生那個困擾 同時當然血壓也會常常增加 或是說晚上起來天氣冷的時候 如果從被子裡面起來 遇到你的空氣 那這個血管縮縮 在天冷情況下 絕對血壓一定會增加的 那我們至少血壓應該量兩次 那我們的飲食生活 其實我們剛才講的 就是說運動 肥胖 就跟我們有這種關係 還有緣分的攝取 工作的一個壓力等等 那所以說最後最後其實才是 我們藥物的一個治療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血壓素質多少 那有經過飲食生活的一個調適 那最後才會考慮到藥物的治療 當然有些病友他會 在醫生的情況下 除了我們說調整生活習慣 藥物的治療也會同時使用 那這個通常都是他 一些共病比較多 我們剛才講 他已經有糖有病 有腎臟病 有高血壓 那他的風險的因子相對比 一般純粹的高血壓 有些人是只有血壓 增加有高血壓 但是他其他的問題都沒有 那相對我們剛才講前述的病人 他相對的風險因子就比較多 那這時候 你對他血壓的控制就要更好 那其實在門診的時候 我們門診都會有一些血壓的紀錄卡 那有些 我們有些病友其實確實也真的很用心 他現在都有智慧型手機 他現在智慧型手機有APP 那都會有這些的一個紀錄單在裡面 甚至有時候他們會把 甚至如果沒有的話 他會把他照相下來 讓我們做參考 那有時候甚至會操 有些檢驗單操在一張紙上面 有時候甚至用電腦把它打出來 我覺得這樣子他們經常做這個功課是很好 那但是在門診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在診間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心臟哥 都會有這些高血壓的紀錄單 那其實要哪其實都可以 都是放在整間的桌上 好 那還是一樣 就剛剛跟大家講 就是怎麼樣去控制這樣子的血壓 控制這樣子的一個血壓 其實我們覺得就是說 所謂的健康的一個生活 就是靠適度的運動跟飲食的方式 每個人都知道 那只是說 真的是大家在這個社會上面 因為確實是工業上的社會 大家的生活型態 忙碌的等等的情況 就是跟以前在農業社會 確實是比較多 那確實要找時間這樣做 確實有時候比較困難 我只能講 連我們自己其實也都是一樣 你只能盡量擠出這些時間 來做一些可能對我們生活 或是對血壓有幫忙的這些事情 那但是在緣分的攝取也是一樣 有時候就是外食的部分 那確實這個緣分上面的攝取 有時候很難去控制 有時候確實有時候我會這樣 就是說真的是吃飯的時候 或是可能會叫老闆他們叫廚師 把這個緣分稍微放少量一點 少量一點 來減少這個緣分上面的一個攝取 那所以說我們說控制血壓 生活型態的改變對治療 其實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決定你就是說 當然你要不要用藥 那再來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好好控制 你用藥的不管顆粒素 時間相對的 顆粒素還有它的 可能或許要早晚服用 或是顆粒素它相對的會增加 那有好好的控制的話 有些人可能確實它可以比較 比較生活型態它就可以控制 或者說它如果就算有服用 它的顆粒素相對的也會比較 比較減少一點 比較減少一點 所以說我們在決定要不要服用 剛才講有些風險因子 共病的部分來考慮就是說 這些病友到底要不要服用的藥物 或是說它處在一個什麼狀況 剛才講的例子 它一定要去東京 它血液也高 天氣也冷 它在台灣它沒辦法 已經沒辦法做好好的控制 何況再去日本 那當然你的藥 就讓它備著 就讓它備著 那讓它請它 一定要好好的 做取它的一個量測 那這個是在後面 比較更精細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想這個 大家從報章雜誌啊 電視啊 那一定大概都會 都會接觸到 那這個其實我們還是講 就是說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只是說 怎麼樣去好好的去身體力行 那我們只是簡單 這樣子跟大家再做個一個提醒 就是生活上面的形態做行 你要規律 要消除這個壓力 你怎樣去做會比較好一點 你適度的運動 加了休息活動來消除一些壓力 有自己良好的興趣 那運動的部分 當然是為了保持強健的一個體過 或是說 讓我們的心臟的耐受能力會增加 那這也常被問到 就是我要做什麼運動比較好 其實只要是說 你覺得舒服的運動 你說好 你就說 我現在要慢慢的走路 或是快走 或是跑步 或者是游泳 那其實現在目前很簡單 就是說 其實你只要活動二、三十分鐘 你覺得有點流汗 那這樣子的運動 其實對我們個體來講 其實就是足夠了 當然有一些更精確的 有些會帶一些 以氣去測量這個心跳 那一般的心跳 大概會多用220去減我們的年齡 然後再乘以 大概一般有些會乘以8乘5 有些會乘以85 有些會乘以75 或是70 那其他 其實只要達到 這最大的心跳的速率 大概有320減去年齡 再乘以大概 乘以70、80 達到這樣子的一個速率 對大家來講 其實運動量就夠了 就夠了 那一般 就是說 以前就是說 一個禮拜大概三次 那現在就是說 如果一個禮拜能做到五次 其實也算 也不錯 那你要做到七次 其實也是 也是可以 那我還是強調就是說 並不是說你越劇烈的運動對心臟越好 那最近也有 就是研究顯示出來 就是說 欸 你是不是常跑馬拉松一定心臟好 那大家也常看到不幸的消息 這些運動員也有猝死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也提到就是說 什麼樣的運動對個人會比較好 那我們認為剛才講的這些準則是最低的一個標準 那 那飲食過多的一個鹽分 鹽分 因為多水 水分就會隨著這鹽分 就是所謂裡面的那裡主要血 血液裡面 那體液就會擴張 那體液擴張它也是血壓增加的一個因素之一 那煙這個沒有辦法 一定要戒煙 尤其是主要的凝骨瓶 但是煙裡面幾乎有兩三千種不明的 就是說兩三千種物質 但是有些可能還是不明的 那當然最重要是一個凝骨瓶的一個影響 會造成血壓的增加 那不管是其他的癌症啊肺癌 可能有些你說跟攝護腺癌 可能也會有一些 有一些關係 那當然有些怕是說戒煙之後 可能體重會增加 是不是血壓也會增加 那這個部分就是有賴於就是說 你戒煙之後這個凝骨瓶 的一個 我們講一個退除的一個作用 那身體的代謝結緩 因為凝骨瓶有時候會增加身體的一個代謝 那可能要從運動 從椅子上面去找手 讓你的體重不會再增加 那確實是你戒煙之後 有些人體重會稍微增加一點 那注意這些隱藏的一個鹽分在裡面 所以有時候要看一些特別的一個標識 那選擇低鈴鹽主要還是 就是說如果沒有腎臟的問題 低鈴鹽裡面是含有所謂的甲乙子 那一般來講 甲乙子對心臟是一個保護上面的一個作用 所以說一般他們低鈴鹽裡面是含有甲乙子 甲乙子在裡面 但是如果腎臟不好的病人可能 就要特別特別注意 因為甲乙子增加了 腎臟不好的甲乙子它的排泄會出了問題 那甲乙子太高在身體裡面會造成一些心力不整 會造成一些致死性的心力不整 這個也是蠻危險的 所以說平常高血涯其實在控制的時候 其實我們通常半年一年 有時候會測一下 有時候腎臟功能也會了解一下 看它跟它高血涯有沒有關係 或是說身體還有沒有其他的因素 造成它這些的異常 當然體重這個 你一定要用什麼方式去檢測過重的體重 那這個可以 如果 我想幫我講坊間的一個雜誌也都可以 當然在醫院裡面也有減重的門診 也有所謂營養師的諮詢 這個就是大家可以尋求一個 咨詢的一個對象 那控制脂肪的部分 控制脂肪不一定可以控制血壓 但是控制脂肪你如果是在於 體重降低 降低 主要還是幫忙我們在高血壓的情況之下 讓我們的血管不要受損 不要受損 那如果真的不得不 我們要用藥物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裡總共有七大類的一個藥物 那其實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 其實大概就是六大類 就是利尿劑 膠管神經阻斷器是甲型乙性 還有鈣離子傳染劑 血管張力素轉化美衣質 還有血管張力素第二型受體阻斷器 所以現在目前在我們臨床上面 在門診在使用的 這六種是最多的 那中速神經的作用劑 直接血管的一個擴張劑 這兩種的使用 現在目前變得就是比較少 已經比較少了 相對的因為它可能要配合其他的藥物一起使用 所以說其他這六種藥物 都可以單獨使用一種兩種三種 純粹看血壓的一個素質的狀況 來做這藥物的一個增檢 所以我們主要的是六類的一個主要的一個治療 那在治療的一個部分 當然我們會根據年齡還有它身體有沒有其他的一個狀況 選擇這六大類的一個藥物 是不是量少一點兩種三種都在一起 還是它只要一種的藥物就可以 就是看整個病有它的身體的一個狀況來做一個選擇 那所以說不同的一個疾病 它可能是用不同的一個降血壓的一個藥物 有些藥物它可能對腎臟它相對比較好 那有些藥物可能對心臟比較好 有些藥物可能對血管比較好 那有些藥物當然它可能 三種都可能有保護的一個作用 那當然也怕一些副作用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我們只能講 就是說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一定要還是要認知藥物的一個名稱 所以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就是說你那個藥帶可能還是要留著 上面有英文的名字 也有中文的名字一定要留著 有時候可能剛好要去旅遊 從北部要到南部去 忘記了帶藥或是說剛好藥物掉了 診所看的時候了解就是說 你平常用藥的一個狀況 雖然現在有時候愛系健保卡 還是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使用藥物的狀況 但有些診所或是說有些醫院 有時候可能剛好沒辦法連線的話 就可能不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用藥的一個名稱 有些它做得很仔細 它就帶一個小筆細本自己把它寫好 存在自己的身邊 那大部分現在的高學藥用幾乎都是一天一次 在我們以前學習 有時候一天會兩次到三次 但是用藥真的是很不方便 那醫藥的進步現在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藥物幾乎都是長效的藥物 讓我們在服用上面更方便 只要早上起來就可以使用 當然也有建議是晚上使用的 那現在是到底什麼時候使用 其實還不是一個很定義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正常的生理的現象 你一起來活動的時候 血壓其實就會跟著增加 那所以說配合生理的時鐘的情況之下 目前還是強調如果可以早上起來就服用 那這個是比較適合的一個方式 當然有少部分人它可能會等一下晚上再服用 那了解它的一個副作用 那我們只能知道就是幾乎大部分高血壓的藥物 我們說它的副重現在幾乎都已經非常的輕微 但是可能大家會擔心 你拿到藥物如果它有訪單的話 你看它副重寫得密密麻麻的 那這個是因為藥物在研發過程當中 只要吃了這個藥它有任何的不適 它們都會把它加入可能的副作用裡面 那所以不一定就是說這些副作用一定會發生 那大部分的副作用都很輕微 那我們怎樣 大部分一定強調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病有在吃高血壓的藥 副作用幾乎很少幾乎沒有 那這個我覺得就不用擔心 當然有些藥物它有一些可能 就是說如果它發生副作用 它的常見的副作用是哪些 當然比如說概率子端劑有些人 可能就是比較會容易下肢水腫 那血管張力素轉化美抑制劑 它可能就比較容易咳嗽 那其實這些藥物做一個調整 其實這個它部分都可以慢慢解決 或是做一個不同類型藥物的組合 這些副作用有些都可以緩解 或是說做一些藥物的替代 幾乎都可以 那其實產生非常嚴重的副作用 其實幾乎非常非常少 甚至過敏的現象幾乎非常非常的一個少 那當然也要了解就是說 藥物吃的越多 是不是會有一些交付的作用 這個是無口厚非 所以說有時候在門診的時候 其實像我們會看其他醫師開的藥物 那再做一個斟酌 那其實高血壓的控制最重要就是保護器官 保護器官 那其實保護器官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你的血壓的一個控制 如果說急著要把血壓降下來有時候不太好 所以有時候在門診 現在目前很多證據也知道就是說 你平常控制得很好突然血壓高 但是你不去追究它的一個原因 通常如果有病人跟他講 你一定要先知道你的原因在哪裡 你是不是那一天睡得不好 你是不是那一天剛好有家人來 你會擔心還是兒女出外 你會擔心 所以睡眠睡不好才血壓高 那你要先了解 還是說真的是寒流來了 所以血壓變得增加 那你沒有注意飽滿所以增加 那通常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知道有其他的保護措施 先以非藥物的治療為主 非得必要才使用藥物 那有些甚至會用強效的藥物 就吃了或是舌下寒片類的 讓它急遽的降下 都是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治療方式 現在也不是那麼那麼建議 那麼建議 所以說通常就是說在器官保護作用 如果說現在目前還是正常的情況之下 血壓的控制其實最終還是最終 我們會希望它能夠降到正常 但是像剛才那個特殊的例子 有時候很容易產生一些後遺症或是副作用 但不管怎麼講 就是說器官保護作用對於高血壓的治療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長期的路 那所以說吃藥血壓是不是很快速的一個降下來 那病人有時候一開始來的時候 那要吃多少的藥才會很好 有時候不一定 尤其是在整間的高血壓有時候相對會比較高的情況之下 通常如果沒有特別的器官上面的受損 通常的血壓我們大概一般通常會在一到兩禮拜之內 希望慢慢恢復到正常 但是這個還要看病人血壓的狀況 一種藥兩種藥才可以控制好 通常不要急著就是說 我一天大藥球可以控制好 除非是針對我們剛才講 器官它已經有受損了 比如說那個主動脈玻璃 那一定要急速的血壓降下來 心臟衰竭的病人它已經被水腫了 但你血壓控制就要更快 有一些特殊的病患才需要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說服藥的順從性很重要 就是說血壓為什麼控制不好 我們剛才講就是說 就算現在我們台灣只有三、四層 歐美才有五、六層 為什麼沒辦法到八、九層左右 服藥的順從性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所以說現在藥必定一次 增加大家也遇到就是說 現在有兩種藥核在一起變成一個顆粒 目前最新已經開始有三種藥核在一起變成一個顆粒 那也就是說減少這個顆粒數 那我們在服藥的時候會比較 心靈上面會比較覺得我沒有吃那麼多藥 那也可以比較遵照意圖去使用 那長期吃藥當然還是要注意副作用的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說服用藥物其實都很穩定的一個情況之下 就不要隨便做一個藥物上面的調整 或是工廠我都不會隨便做劑量的調整 或是處方的一個更改 除非是說當然有時候在醫院裡面 藥物的一個經驗出租可能 某些藥物會有這樣子 通常會做一個同類型藥物的一個轉移 那再來就是了解副作用的一個狀況 做一個藥物的一個調整等等 那接下來我們大概就是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好